中文字幕——YK 以色列数千枚火箭弹袭击,造成大量人员伤亡。哈马斯还扣押以色列平民和士兵作为人质,这一举动标志着战争的重大升级。 以色列随后展开了大规模报复性空袭,这是50年来针对以色列的最致命攻击。哈马斯武装分子通过海、陆、空三种方式进入以色列南部地区展开攻击。 以色列境内20多个地点爆发激战。以色列总理本杰明·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紧急会见了高级安全官员,并宣布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。 哈马斯宣称,该组织已发射了5000枚火箭弹,并扬言已经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。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,哈马斯周六发射了3000多枚火箭弹。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谴责这场针对以色列的令人震惊的袭击。 他表示,已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·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进行了交谈,美国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。 拜登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表示,他告诉以色列领导人,我们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。 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日10月8日下午3点就这一事件召开紧急会议。 据以色列紧急医疗服务部门称,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50人,另有1500多人受伤,其中270人伤势严重。 这是以色列50年来最致命的一天。 星期五月十月份在白宫回到白宫中的一天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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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